字幕提供 喂 歌仔 搞的甚麼 我玩旁聞在哪 甚麼旁聞又哪 甚麼呀 今天25號 我玩旁聞社會的話ú購物車在哪 咦 不是1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的節目25號已經有得交的了 如果1號那天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蝕了一閘 噢 原來這樣的新玩法 又是越美 這部電腦來,讓我自己先交易費 沒問題,拿去 玉敏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第七節 這一節要說一說韓國瑜 在幾天前發表五點聲明 這也是在群眾的壓力底下 或者支持者的壓力底下 還有國民黨 基本上我這輪都在觀察 台灣所謂總統選舉的發展 無論是綠營的媒體 或者是藍營、親藍營的媒體 我基本上全部都看完 那麼 一個民意調查到今天為止 仍然是排第一的 韓國瑜 韓國瑜 他去不去參選 就變成大家最關注的焦點 無論對國民黨、民進黨 那是否韓國非他不選 現在很明顯是 現在我想會出事 如果國民黨中央 做沒有一個決定 就會有事 到最後最大的得益者 就是民進黨 或者是阿文哲 我看到民進黨的那些 親民進黨的那些名嘴 或者民進黨的那些議員 去評論韓國瑜的參選聲明的時候 你就看到很清楚 是從心裡笑出來 在那裡冷嘲熱風各樣 其實 我們看回由他當選 這個高雲市市長到現在為止 其實 他真真正正有起心動念去參選的 就是那些韓粉的壓力 越來越大 國民黨的基層 所以國民黨的基層是指甚麼 我想在這裏告訴大家 就是那些基層黨員 包括那些理長 那些 即是那一類 那些基層地方的民意代表 那些院士的議員 國民黨籍的 我看到一個說法說 郭台銘是沒有這班人的票 沒有的 這些是一面倒的 一定是希望 這個黨中央呢 就直接徵召韓國人去參選 那為甚麼有些人就說 叫你黃袍加新等 這個說法是不合理的 他是從頭到尾都沒有想過去選 還有他不可以現在自己走出來說 我要參加初選 高雄市那些市民真是殺死你 是嗎 即是你那個高雄市市長 你不是錯亂 你說要參加總統初選 這個是說不通的 所以國民黨中央也都很明白 你一定要給他一個下台階 你要給他一個下台階 你要給他一個下台階 你認為他是會贏的 那關鍵就是 國民黨希望是2020奪回政權 這個是一個目標來的 那你要達成這個目標 你是不是找一個最強的人去參選 沒有理由找一個次選 你找一次選去 那就是輸 他明明有機會拿回政權的了 民進黨已經越搞越爛了 出盡法寶 民意調查都起不了你的 你說民調不是確實的 對不起 台灣的民調很準的 還有現在不是一家民調 有那些有政治傾向的民調加起來 你明白嗎 就算是綠營做的民調 你也是輸到苦掉的 你明白嗎 現在就是民進黨最重要 就是他自己去做到 這個蔡英文在黨內的民調贏 那就可以了 你明白嗎 現在是這樣的 就逼退這個韓國瑜 那不行 那不行 這個我們不管了 說回韓國瑜的聲明 他的聲明就是很清楚了 大哥 我沒有可能去參加初選 但是如果真的需要我的時候 我就 就是 都是 當仁不讓 意思就很清楚 換言之 他也不是說 封死條路的 還有一個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 現在初步的反應是很嚴重的 就是 問題就是看那些基層 還有那些中央民代 就是民意代表 對那個黨的壓力有多大 就是 其實對那個黨中央的壓力有多大 就是對吳敦義的壓力有多大 那你吳敦義 整個這個 郭台銘出來 那已經擺明 就是要卡韓的 對不對 那他認為郭台銘的民調 如果高過韓國瑜的 那你們沒有伸出 那大家不是 不是 不是 他認為他會開低走高 那我看法是開低走低 因為他接著會亂說話 特朗普 特朗普上身 那所以整個局 本來國民黨是很有利的 現在陷入一個 就是進退失據 就是進退圍谷的一個景地 韓國瑜的聲明 有些人就笑咎他 我不參加初選 你清照我 就是等黃埔加薪 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想著去選 但是整個形勢的發展 他的民意調查 一直都是排第一 而且是勝對手 第二那個有10% 不是在誤差的範圍裡面 即是贏了 不以人的主觀 是吧 這樣就沒辦法了 反過來的人就說 你都不肯當仁不讓 救中華民國 救中國國民黨 那人又會動你的 所以對他來說 我覺得是很淒涼的 是很淒涼的 有些人說 我有一個總統大衛明 是我做的 我也不可以做 我參加初選就可以了 國民黨 好像馬英九這些人 是不喜歡韓國瑜的 你知道嗎 因為韓國瑜 很多人要看他過去 現在最好有互聯網 他是批判國民黨 黨中央 開足炮 重炮批判 否則他都沒有這個問題 他去選國民黨主席的時候 他批判你馬英九 批判你郭隆斌 批判你吳敦義 批判你政治權貴 搞密室政治 他在聲明上有說這件事 你明白嗎 一直以來就是 你幾個人不關在門 他點出了國民黨 一個傳統的 因人設事的 這個漏集 所以他一直以來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他不是國民黨的主流派 他是被國民黨邊緣化的人 但是今次在那個選舉裡面高雄 他可以贏 15萬票 然後救了整個黨 有15個院士執政 是嗎 是這樣來的 現在那些人不是支持你國民黨 我們以前也說過 評論過選舉 是支持韓國瑜而已 是支持一個人 是支持庶民政治而已 我寫過很多篇 就是政黨政治在台灣已經開始日武逃空 經過上一次選舉 又得到明證 然後這一次選舉出現韓國瑜 柯文哲民意調查 總是排在前面 總統大選 那你就證明 那個庶民政治已經抬頭了 是唾棄政黨政治 你們兩個黨還在發夢 是嗎 文聚黨不能說 他控制了國家機器 有龐大的行政資源 他可以為所欲為 但是你國民黨的在野黨 你很不容易有機會 你敗部復活 拿回政權 你都是這樣 所以你那些人跟我說 你那些人跟我說 你那些人 認識一些人 包括林寶華兩夫妻 帶你中漢 林仔去 吵你了 不要見一下 見一下 民進黨的高層 那你就吵你了 不要飄飄然 是吧 包括你盧蘇斯達 那你幫陸營那些媒體寫一下稿 但是這個我覺得 不重要 但是你真是沒有了 你要記住一件事 你討論台灣問題 就不是我們有沒有資格說 人家是一個民主國家嘛 他要統 要獨 要一國兩制 還是中華民國 華獨 或者台獨 是人民作主 吵你了嗎 你現在說什麼 消滅國民黨 在香港的爪牙 國民黨不需要消滅自滅 吵你了嗎 真是 這些年輕人 是不是吃屎阿飯 自己又不去學習 又不去觀察 在那裡揪喊當秘笈 你批評我 我沒有所謂的 你說我國民黨 扮本土也好 說我什麼賊都好 我都沒有所謂 那你是沒了的嘛 我說這些事情 你能不能倒陪如流 你懂不懂說 韓國瑜做立法委員 做了多少屆 你知道嗎 他被人編緣發十幾年 吵你了 像鵪鶉一樣 去跟他老婆 真的假扮學 在家裡洗衣 臭兒子 吵你了 為什麼這個人 會得到這麼多人支持 你看看台灣的報紙 你看看那些 很容易的 YouTube全部都看 你說我不喜歡看藍營 那你就看三立 看民視 看人家說什麼 那些都是一面倒 認為韓國瑜是勢不可擋的 對手就是韓國瑜的 整個民進黨 這個是民主選舉 從來沒有一個國民黨人 被國民黨高層壓迫了這麼多年 接著他仍然是要捍衛中華民國 但他膽敢批判國民黨的高層 他在美國 說了一句說話 對那些僑胞 馬英九聽了之後很流行 那句說話就是 這二十年來 台灣被三個台大法律系的總統 搞死了 一個是馬英九 台大法律系 一個是陳水扁 台大法律系 一個是蔡英文 台大法律系 不是 他就流行 他是這樣 好了 接著那個聲明 他說 長久以來 政治權貴熱忠於密室協商 已經離人民越來越遠了 台灣的政治改革 已刻不容緩 希望黨內高層 能夠體察民意 關注社會物動 重視庶民經濟 勿忘世上苦人多 你說我支持韓國瑜 我不是支持韓國瑜 我是把那些實情告訴你 是嗎 屌你 為何會得到 這麼多台灣人民外大 是不是 有些人又跪又哭 有些人又說要絕食 屌你 現在這個勸進嚇死你 接著會有個 很大型的遊行點 我告訴你 是嗎 幾乎是整個那些 十五個院士的議會 百分之八十以上 是支持韓國瑜的 那你 你國民黨的壓力 就比中央大 那你怎樣去面對 這一班 即是中央民代 和那些地方院士長呢 你還在說 我叫韓國瑜參加初選 那就是屌你了 只是趕他走 你明白嗎 所以今天引起 整個國民黨 即是國民黨的情況 即是比這個民進黨 還要惡劣 民進黨 他現在 會因為這個選舉 是出現分裂 但是 當那個候選人 底定之後 他又變回團結 這個是民進黨 一直以來 即是那個特質就是這樣 他們沒有思願 有 你以後再鬥過 我先拿一個大圍 你先拿一個保住的政權 就有很多位分 你明白嗎 你思願可以放在哪裏 當然 一定是這樣 這個就是 國民黨和民進黨 最大的分別 就是這裡 他可以沒事的 但是一樣是有事 他有派系政治 但是先拿下政權 你明白嗎 槍口一致對外 現在打餐死的 賴英德和蔡英文 蔡英文尤其是 你們現在擺出一副 辣台妹的姿態 每天在那裂人 你明白嗎 左攻韓國瑜 右打國台銘 右打國台銘 中間就吵了 賴清德 賴清德 現在是很有型的 你明白嗎 賴清德大禮幕 賴清德相對來說 真的是一個君子 我一看 鵪鶏 說了那些 說了等於沒有說的 你怎麼跟他鬥呢 所以我一開始想著 賴清德的民意調查 一定是最高的 如果全民調 小英一定是無論得選的 結果現在整整一下 在黨內的民調 蔡英文已經越過賴清德 沒有戰鬥力 沒有戰鬥力 所以這個就算是選總統 也是輸的 叫你想想 毫無戰鬥力 就是台大 台獨的務實工作者 真是大力量 但是 韓國瑜有戰鬥力 國台銘都有戰鬥力 當然 泛南也有些人支持他 至少他有錢人 但是如果沒有韓國瑜的現象出現 就沒有他 沒有韓國瑜的現象出現 國台銘 可能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選項 但是有了韓國瑜之後 什麼呢?寄生如 何生銘 又有韓流又有颱風 寄生如何生銘 好看的 其實我們在局外的人來看 我自己觀察台灣政治幾十年 就不像勞斯達所說 去過幾次民國酒會 國民黨酒會 就是國民黨酒會 就是台灣問題的專家 真不好意思 你都未出生 不要說你沒有出生 你都未出生 我就已經在台灣 那些地方選舉 我們已經在這裡看的了 你未出生的時候 說話不要這麼過分 你以為這樣可以詆毀我 你真是吃醜菜藥 你真是 這些人見到就要兜巴聲 台長你懂功夫 你幫我打巴他 OK 節目時間夠了 拜拜